後面的話呢 剛剛那個梅蘭有提到那個 24號是選舉日啦 所以選舉日應該就 就停課了 因為這邊也沒開啦 那再來 那個下一個月好像是 來 22 22 29 我們主要是講到那個 有關那個復回圈 那當然就是信號輸出 那信號輸出我們有很多種組合 當然你可以基本的是 從上到下是類似這樣的 可能1到13 那我如果要輸出幾顆星 那另外就是反過來 反過來的話 由少到多 那多到少記得就是 那個可能要step要-1 所以那個復回圈後面有一個step 你可能要加一個-1的值 它就會越來越少 還有什麼呢 還有可以把它變化成什麼 就是這個 前面還可以再加 補上什麼補上空白 那他往這邊就是說我今天 假如說我輸出的三角形 前面要補 比如說第一次12個空白 那再加一個信號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輸出 類似像這樣的形狀 諸如此類的你可以很多變化 輸出的話呢 我在雲端上是放一個串接 把它串完之後再輸出 串完之後再輸出 所以你要怎麼樣剛好串完再輸出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每串一個輸出一次 每串一次輸出一次 那當然結果可能會是一樣的 可是將來你在做處理的時候 針對不同的狀況 你可能最好是兩種情況都 程式都會寫 尤其是串接再輸出 因為要學那個自串的串接 因為如果你不會自串串接的話 那最後你可能沒辦法做出 你要的那些那些樣子的自串 再一次輸出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熟悉一下 上禮拜部分 我們是用4圍圈 所以4圍圈怎麼做 那特別說4圍圈 裡面會配合一個range 這個range的話就是產生一個 一個比如說幾顆星的那個數字 比如1到13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改成fire圍圈的話 那這有什麼差別 那我上禮拜有講過蠻重要的 其實4跟fire兩邊其實可以互相的 就是互相的替換的用 那基本上你要把4圈改成fire圈圈 只要注意三個地方 變更一下就可以 因為基本上呢 4圈圈裡面 就是range 就後面刮虎部分的話 它第一個一定會有個初始值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個4圈改成fire圈圈 第一個你可能要在fire上方 加一個初始值 從哪一個數字開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的邏輯 你後面加一個羅 再來就是不禁值 就是你要每次你要累加 就是加多少 所以等於可能會有一個那個值 加等於1的敘述 如果你沒有加等於1的話 那這個fire它就會變成 它不會一直累加 不像4圈圈是預設 就是自動幫你加1加1 那如果你是step-1的話 就-1-1 那個敘述的話 那當然相對起來 4圈圈呢 它當然呢程式會比較精簡 那壞圈圈相對的就 會必須要多多幾個 加這個4圈圈全部就集中在一起 那壞圈圈相對的它就是分散開 所以以我們之前的那個例子 我這邊有一些程式碼在雲端上有了 那我們在這邊有那個99層法表的部分 或者其他的啦 當然它寫法上面的話 比如說有哪些地方不同 我這邊都有把它那個比較重點的地方 用那個黃色highlight起來 基本上呢我們本來 如果寫在4圈圈 基本上這個不用 下面這個也不用 直接就把它寫在 那個4圈圈的後面這一邊 就三個東西 這個跟這個其實也都放在後 但是壞圈圈的話它就變成說 它要把它分開來 因為如果你把 那你這個它沒有辦法說直接 全部就集中在這個區塊 撰寫那個程式啦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4圈圈怎麼樣轉為壞圈圈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如果說將來沒有什麼特別的必要 看起來好像如果就是4圈圈能寫 那你就4圈圈寫 所以基本上我看我用的比較多還用4圈圈 因為沒必要你為什麼要寫這麼複雜 多兩個敘述有沒有 那但是呢壞圈圈呢 它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說呢 它可以寫類似像無窮圈圈 這時候當然就會比4圈圈來的更方便 比如說底下我們有提過一個叫 然後那個曼時CAI的範例 這個曼時CAI呢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讓使用者去猜 猜什麼呢 猜這是幾月 OK比如說我今天RUN起來了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我可以什麼 隨機的讓那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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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就是 呃程式幫我去乱數抓一個月份 OK這個是乱數抓的喔 所以喔以這個例子來看喔我們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什麼需要一個1到12月份的那個串列 OK那這個串列的話當然喔 因為剛好12個月其實資料還不算多 那不多的話呢其實你可以把它放在一個list裡面 第二個的話呢乱數去抓的話呢 那我們就需要用一個random 所以呢上面我會一個import一個random 用這個random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叫random range 我可以用random range去抓到一個乱數 這個乱數的話就是隨機的喔 它不是固定的每一次跑h都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說呢讓使用者輸入input 問題為隨機抓一個 這是幾月啊 那這時候的話呢當然我們要需要做什麼呢 輸入嘛所以input 那當然有輸入之後的話你要去接 所以接的話呢input丟過去 那input的話呢當然你丟 比如說輸入1好了 那當然雖然你輸入是一個數字1啦 那當然雖然你輸入是一個數字1啦 不過input我前面特別強調它是會是什麼呢 會自動幫你轉成那個雙引號 就是自串的1 那你丟過去之後的話你要開始做什麼呢 做比對 比如說你輸 那個你random的這一個月份 跟那個他輸入的月份的數字一不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那表示答對了 答對才可以跳離那個回圈 答錯的話呢那就不能跳離 OK所以這裡的話呢基本上喔 我們就會使用我們前面基本上所交的全部啦 基本上那裡面可能有個比較新的前面講的比較少的就是那個list的部分喔 所以第一個喔假設以這一題來看喔 比如說輸入1 Enter那一定是答錯了 你會發現答錯他就不讓你跳出 他會繼續怎麼樣 你在答錯了那你不能跳離 繼續答吧 那2月還是答錯 3月還是答錯 反正你就一定要答對為止啦 那這個小遊戲的話很方便 就是如果你要給小朋友做一些練習題的話啦 所以你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甚至有些題目是不是自動可以匯入 匯入之後的話自動幫你這個讓小朋友測驗 測驗完之後自己給他答案 然後或者自動記錄他的答題結果 反正就讓他練習練習不斷練習 那以後如果你要讓他升學考試喔 要讓他高分很簡單 就是不斷練習就對了 反正閉著眼睛都知道答案 那他以後去考試喔 應該不會考得多差啦 反正你要考試嘛 考試要考好很簡單 就是練習啦 就是一直做答就對了 那所以其實用這種東西喔 拿在就拿來做教學啦 其實尤其是考試 非常適合 只是說目前好像那個學校單位比較少於 類似用這種方式啦 就是把一些測驗券 而且如果測驗券每次都要寫 每次都做完之後就 就要硬喔 其實也是不環保 所以以後是不是可以把這些東西 就是變成一個程式啦 而且現在好像那個台北市已經 幾乎每個學生都有平板 可是每個學生有平板要幹嘛 對你要有那個軟體才 我是覺得比軟體可能 甚至比硬體更重要 你有硬體要幹嘛 你不可能一直給學生是玩平板嗎 你總要有一個互動嗎 那最好的互動就是 給他一些什麼 一些題目一些遊戲 你就把一些 可能書本裡面的知識 把它類似像這種邏輯 那把它做一個程式撰寫 或是甚至也讓他們能夠去思考 怎麼去寫程式啦 我覺得才是比較好的方向 那你這部分呢 當然最後啦 一二三都不對 去五舉萊 OK那就是 比如說輸入正確的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才能跳出啦 所以你正確 答案正確之後 這個時候呢 就跳離回圈了 所以這裡面的話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點 第一個 我們要如何建一個什麼呢 當然第一個就是建一個那個 這個一個你的資料來源 就是你要打的那些 一到十二月份 那也就是說一到十二月份呢 所以你要先建一個list list就清單 那清單一定是 這個中瓜湖開頭 中瓜湖結尾 那裡面的話就是分別放你這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list 有點像那個正列的感覺 而且他這個正列的位置一定是零 所以 String中瓜湖0值的就是這一個 中瓜湖1值的就是這一個 以此類推 那你如果分別抓到哪一個 他就show哪一個出現 OK所以基本上 假如說我今天 隨機嘛 所以剛剛應該是這個 所以他這個乱數產生的應該 就是幫我找到六 那六的話呢 他就是 就是 再到那個 mines3裡面呢 去把這個抓過來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 input的問題為 mines3 那這邊就出現6對不對 那就把這個6放進去 中瓜湖6 他就自動跑出那個 就出來 OK 問題為 就這是幾月呢 有沒有 那你想說 所以第一個要建立 這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我講過啦 像這個串列 比如說像要拼這12個月的單字 你要全部拼完還不容易 對不對 而且要全部拼正確啊 但是如果你會用以sale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了 上個也會跟我講過 如果你要產生1到12月份的這些資料 非常的簡單 你就把什麼呢 當然你可能要先把那個 channery這個1月份先拼出來 你在向下填滿 1到12月份就出來了 OK 那你就再把這個1到12月份 前後再加上什麼 雙引號 然後再加豆點 放到這個串列裡面就OK了 所以有的時候 像這種 這種 處理有沒有 像這種清單 有時候甚至直接在那個什麼 sale裡面處理完 然後甚至 我會再把它放在記事本吧 前後再加什麼那個 取代為什麼雙引號 再貼過來就好了 有時候其實會比較快一些 那第二個就是那個random 乱數 那剛剛是取的6 可是問題喔 我今天要怎麼剛好取的6 你就可以利用那個random 那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要使用random的話 因為它雖然已經有這個功能 但是它在外部 你要把它加進來的話 記得用這個關鍵字叫imput imput這個random random的這個類別 它可能在外面已經ready了 但是問題 它沒有幫你把它直接引入 OK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imput它 然後利用什麼 這個random 它裡面有個方法 叫random range random range的方法 那你只要告訴它說 我要在1跟range一樣 到13的前一個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1到12有沒有 13個 1到12之間 幫我抓一個乱數喔 隨便抓一個 OK 那抓到之後的話 像剛剛是抓到那個6 所以抓到6之後 就把這個資料給丟過 然後顯示之後的話 讓使用者輸入 那輸入之後 我假設輸入1 它就會把這個1 用input丟到m裡面去 OK 那 再做判斷 不過因為這個是一個自串1 跟這個random出現的這個6 6的話是數字6 所以你前面我這邊加一個int是轉型 如果你沒有轉型的話 兩邊也不會match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int假的忘了加的話 你就會永遠無窮回圈了 為什麼 因為它根本不可能match 再來做什麼 做我們之前講過的就是 寫一個那個什麼 寫一個無窮回圈 不過如果說你這個 只要讓它打一次就跳離的話 你這個無窮回圈就不用了 OK 這個無窮回圈指的是說 你要讓它不斷進到這個回圈 那你很簡單的方法 加一個那個while 1冒號 這個while 1其實就是true 當然你這邊打一個true也可以 打一個true也ok 只是說你打true 跟打1當然相對 打個1比較簡單 OK 那我們就是 讓它不斷進入回圈 那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要讓它不斷進去 你要有一個出口 出口的話一定要是一個break 所以如果你沒有給它一個break的話 它變成說無窮回圈 ok 底下的話就做一個什麼邏輯判斷 如果 它輸入這個詞 跟month 這個詞 比如說剛剛那個 乱數取得的是6月 ok 那就6過來了 ok 然後它如果輸入的時候 假如說輸入1 1過來1跟6有沒有match 沒有 沒有的話就跑l 答錯了 繼續回答 它又再跑一次同樣的這一串有沒有 然後再打 再打 我又輸入的是那個2 2又錯了 又跑這邊 直到我輸入6之後的話 6跟6match了 它會print什麼 正確答案 並且break 就跳離了 ok 所以基本上 剛剛那個遊戲雖然其實 看起來好像複雜吧 但實際上裡面關鍵的點 大概就是幾個 1 就是try一個list 2的話 就是用random產生亂數 去抓取 3 就是用input 取得使用者輸入 第4的話 就是建立一個無權回圈 第5的話 就是呢 你就設一個邏輯判斷 當它為true的時候 就break 大概會有這幾個部分 那底下的話 我們還有其他的那個幾個遊戲 然後 Mind CI之外 上禮拜有提到 就是有關那個猜數字遊戲 那如果同樣邏輯 我希望把它變化一下 那這個地方其實概念差不多 就是第一個 你可能要先產生什麼 亂數去抓取一個數字 是在1到2之間 然後讓使用者輸入 進到無權回圈 如果它猜對了 就跳離 如果猜錯了 就繼續 繼續猜 ok 那這邊當然就不需要list 因為這個數字是亂數的 所以假如你們可以想想看 猜數字遊戲 也許你可以拿剛剛那個程式的架構來做 做改變 那大概我這邊好像已經有把那個 猜數字遊戲 猜數字遊戲 大概是這樣 把程式更簡化一點點 那裡面的話 假設我今天 就是隨機輸入 所以一定會有random 然後它這邊的話就是 請 請在1到2之間猜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時候已經random了 1到2之間它隨便建立 亂數產生一個 那假如我輸入 當然我從中間輸入 輸入10 Enter ok 那這個時候當然 如果猜對或猜錯 你還要給它一個提示 不然的話 它怎麼可能 它就沒辦法知道說 到底應該要往哪個方向再去猜 所以它這邊會出現 太高了 它已經乱數產生那個太高了 那請你再低一點 那低一點 那我們就再 所以 也太高的話 那應該剩下的範圍就1到9 那1到9的中間那個數字 我就先猜一個中間5 Enter 還是太高 所以太高的話 又 又把範圍又再縮小 然後1到4之間 我隨便猜一個 1到4之間我猜一個 2 Enter 還是太高 那答案就是1的 OK Enter 恭喜答對了 OK 那當然你這個 1到20可能太簡單了 因為你這樣切切切切 大概應該就知道了 所以你還可以怎麼 把Render的範圍把它提高 1到50 1到100 甚至的話你還可以 做一些很多其他變化 反正遊戲就是可以從這個地方可以衍生出去 OK 然後呢甚至可以做一些變化 但是問題來了 假設我希望做一個類似的這樣遊戲的話 該具備哪些要件 我剛有提過 第一個一定要Rendon 所以一定InputRendon 然後Rendon的話 Rendon1到20 RendonRange就1到21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進到一個File Email 如果它猜 所以猜的數字 假如Match就猜對就Break 所以Break掉 如果它相等 那ElseIf 如果它那個兩個數字是 假設是那個 它猜的數字大於Rendon的數字 那就是跟它講說太高了 那如果反之剩下ElseIf 就可能太低了 所以這部分也許請各位試試看 盡量如果可以的話 把這個寫出來 那表示你這個Python應該是有學會的 學到那個精髓的地方 但如果不OK的話 可能要反覆練習 那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如何利用剛剛講的部分 做一個那個猜數字的遊戲 後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